汪小菲實名舉報 許希元長期濫用藥物 大S臣服汪小菲 日前深夜直衝警局 嗆聲要檢舉大S濫用藥物 還一度打算硬闖大S住宅 引發嘩然 就連中國網友也痛批 汪小菲破壞兩岸關係 哪天打起來 壓著汪小菲上前線 因為是他家挑起來的 還有人呼籲中國國台辦 要出手管一管 而中國網友的聲音 中國國台辦也聽見了 陳兵華不只自曝 跟汪小菲是舊事 更強調婚姻生變 不會影響兩岸關係 王小菲脫續舉動 除了驚動中國國台辦 當初以愛妻名字 作為命名的旅館S Hotel 現在也再度成為糟點 王小菲開戰大S 到過去以大S為名經營的S Hotel 不僅是招牌政治卸下 改成了美景格 官網上還大吃台灣豆腐 畢竟看看飯店官網 雖然地址沒有變 但後方國家名 卻悄悄改成中國台灣 矮化台灣意味濃厚 飯店應該是在台灣吧 用中國台灣就覺得不太合理 我覺得他一個力量 我不覺得被他欺負到 因為只要他自己這樣認為 我們不認為 儘管面對中國網友的怒火 中國國台辦跳出來滅火 但王小菲將飯店地址 改成中國台灣 這個舉動翻到讓台灣民眾 聽了不是滋味